大家好,我是威尔,欢迎来到X调查 在韩国南部海域有一个小岛,它名叫金敖岛 隶属于全罗南道的沥水市,因形状向大敖而得名 金敖岛环境优美,栖息着几十种稀有野生鸟类 岛上坐落着许多村庄,村民们以捕鱼为生 在这里流传着各种传说、民谣以及民俗游戏 充满着文化底蕴,是一个理想的旅游度假之地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家家户户办起了民宿和餐饮 为游客提供住宿和美食 金敖岛中部的植谱村便是其中之一 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宁静的渔村 故事主人公是一对夫妻,两人是二婚重组家庭 丈夫名叫朴泰宇,这年50岁,职业是一名保险规划师 妻子名叫金秀岩,47岁,职业是一名餐厅服务员 福奇俩居住在丽水市的市区里 2018年的一天,两人驾车来到金敖岛植谱村旅游 期间发生了状况 2018年的12月31号,这天是个星期一 晚上10点56分,丽水119安全中心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 打电话的是一名女子,她在电话里大喊道 门打不开,窗户也打不开,我被锁住了,什么也看不见 我该怎么办,沉下去了,沉下去了 接线员听到后急切地询问女子所处的位置 但对方显然过于慌张,完全听不进接线员的话 只是一味地询问该怎么办 通话大约持续了四分钟,女子停止说话 随后电话里传来一阵咕嘟咕嘟的水声 最后电话中断 接线员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根据手机信号锁定位置 很快他们得知女子打出的位置在京澳岛的中部 植谱村附近的一处码头上 随后救援队员立刻出发赶赴现场 抵达后现场挤满了看热闹的村民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 一名男子坐在码头上痛哭流涕 此人正是朴泰宇 看到救援队后,朴泰宇仿佛见到了救命稻草 立刻冲上去抓住对方的手,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快救救我妻子,她掉进海里了 朴泰宇的妻子金秀妍,这年47岁 出生在沥水市的一个普通家庭 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她早年辍学打工 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第一任丈夫 两人育有一儿一女 两个孩子跟着金秀妍生活 金秀妍在沥水市的一家豆芽汤餐厅里工作 以此偶然的机会 她在餐厅里认识了比她大三岁的朴泰宇 对方是一位单身父亲 两人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渐渐走到了一起 2018年12月6号 金秀妍与丈夫离婚 但仅过了四天 她就同朴泰宇等级结婚了 在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仪式后 他们开启了新的生活 原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没想到结婚还不到一个月 金秀妍就掉进海里了 码头边朴泰宇哭得很伤心 说妻子是一个温柔的人 生活中处处照顾她 两人好不容易有了新的家庭 没成想会发生意外 就业人员耐心地安抚着 朴泰宇的情绪 由于事发已经过去很久 大家都知道 她的妻子比凶多吉少 朴泰宇表示 她和妻子刚结婚不久 两人正处于毕业期 这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 下午时分 妻子提议想去金敖岛看日出 迎接新年的到来 于是两人从市区开车来到了金敖岛 先去了利川码头和牛鹤码头等地散步 后开车来到了植谱村 抵达后 他们没有预定旅馆 而是直接将车开到了植谱村附近的码头上 想着在车上将就一晚 等待新年第一天的日出 晚上十点多 妻子躺在副驾驶位上睡着了 朴泰宇没有什么困意 就下车抽起了烟 在这期间 她查看起轮胎有没有气 当走到右后轮的位置时 汽车不知什么原因 突然缓缓向前滑动 她意识到情况不妙 赶忙伸手抓住车把手 但无济于事 原来他们停车的地方并不平坦 附近有一处陡坡 不多时 汽车就滑到了陡坡的位置 她赶忙冲向汽车副驾驶位 试图拉开车门 叫醒熟睡的妻子 但发现车门锁住了 无法打开 此时朴泰宇一边用力拍打车门 一边喊叫妻子 可妻子完全没有听到 据这样 她眼睁睁地 看着妻子连人带车滑进了大海里 一时间朴泰宇手足无措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汽车滑进海里后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下沉 她在码头上拼命地呼喊着 期待妻子能够醒来 自行打开车门逃出来 期间她听到对方在车内的呼救声 于是她下到海里尝试营救 但她不会游泳 加上当时天色很黑 看不清海面状况 几番尝试无果 她不得不返回码头 朴泰宇想打电话求助 但发现手机遗忘在车上了 她站在码头上大声呼喊着 希望附近有人能够听到 可当时已是晚上十点多 码头附近看不到什么人 无奈只能跑向村子找人求助 最终冲进一家旅馆求助 在老板的帮助下 拨打了119救援电话 等她返回码头时 汽车已经完全沉入海里 妻子也不见踪影 她知道一切都完了 别坐在码头上崩溃的大哭起来 渐渐的附近村民们都文训赶来 但没有人敢下海 大家都守住无措 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在救援人员抵达之后 有人发现了事故现场一些奇怪的地方 首先事发码头的两边都设有防护栏 其中一个防护栏严重变形 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击过 一位码头工作的渔民表示 没有注意到之前这里的防护栏有损坏 另外 朴太宇声称自己曾下海尝试营救妻子 可他身上的衣服浑身上下都是干的 令人感到奇怪 结合以上两点 救援人员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他们怀疑这起事故并不是单纯的意外 可能是朴太宇一手策划的 于是他们立刻联系了警方 警方接报后立即赶到了事发现场 面对警方的到来 朴太宇表现的有些诧异 但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声称愿意配合调查 面对警方询问 朴太宇坚称之前讲过的版本 说妻子是意外掉进大海的 当被问及码头边的防护栏 为何会变形时 朴太宇表示对此毫不知情 可能是在他们来之前就已经坏掉了 警方来到拨打救援电话的旅馆调查情况 旅馆老板表示 朴太宇当时来店里求助时 整个人都很平静 丝毫看不出紧张的样子 他只是在旅馆里逛了一圈 如果不是开口接电话 还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房客 旅馆老板的这番证词 让警方加重了对朴太宇的怀疑 作为丈夫 妻子正处于性命攸关的紧急日刻 但他竟然还能如此从容 实在有些反常 警方怀疑这起事故并不是单纯的意外 对此朴太宇解释称 他去旅馆求助时之所以会逛一圈 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用得上的救援工具 实际上当时他的内心无比紧张 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况且越是遇到这种紧急状况 越是应该保持理智 不然他的妻子还能指望谁呢 朴太宇的这番解释并没有打消警方的疑虑 为了弄清真相 警方调取了事发码头的监控录像 但可惜的是监控录像 没有拍到汽车滑入海里的画面 也没有拍到朴太宇进海里营救妻子 只拍到了当天晚上10点57分 朴太宇只身前往附近旅馆求助的画面 只见他慢悠悠的往村子里走 一点也不着急 身上的衣服看上去是干的 他好像在故意拖延时间 目的是让救援队不要那么快赶来 对此朴太宇解释称 他以前从来没有来过金熬岛 对地形不熟悉 当时天色昏暗看不清路 所以才走得很慢 据查 嫌疑人朴太宇正年50岁 职业是一名保险规划师 他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三个女儿 一家人过着简单的生活 渐渐的妻子开始抱怨 朴太宇没本事 赚不到大钱 无法给他们母女更好的生活 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 夫妻俩频繁为金钱而争吵 最终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三个女儿 跟着朴太宇生活 为了给女儿们 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他先后换过很多份工作 干过服务员 推销员等等 2012年12月 他在沥水市 与一名好友合伙 偷窃了5200万韩元 之后被警方逮捕 朴太宇当时已负债 8000万韩元 被捕后 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供人不讳 表示三个女儿都在上学 需要缴纳学费 在走投无路之下 才冻起了歪脑警 最终 朴太宇因盗窃罪 被法院判处 两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 2014年 朴太宇刑满出狱后 靠坐临时工和旅游巴士司机 勉强度日 2018年5月 他应聘了一份保险规划师的工作 但由于存在犯罪记录 而未被录用 之后他又换了一家公司 应聘相同的职位 这次被成功录用 朴太宇在入职后 接受了各种培训 对保险产品的承保细节 赔付条款等有所精通 还详细了解了一些投保人 并制造偶遇与对方洽谈业务 很快他就胜任了这份工作 并做出了不错的业绩 2018年9月底 朴太宇将目标 放到了投保人金秀妍身上 他发现对方是自己 常去的餐厅的员工 随后设计在该餐厅偶遇金秀妍 向对方推销保险业务 在得知金秀妍要与丈夫离婚分居后 他密切与对方保持联系 包括旅行提供保险优惠 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10月26号 在朴太宇的推销下 金秀妍购买了三种保险产品 其中两种保险产品支付了 10亿含元保险金 11月9号 朴太宇又让他购买了一份牙科保险 之后又在11月20号 加购了一份保险产品 该产品的赔付金为一亿含元 沉溺在温柔乡里的金秀妍 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在对方的花言巧语下 签订一份又一份的保险订单 为了炫耀自己的经济实力 朴太宇卖掉了原来的旧汽车 换了一辆高档的二手汽车 也就是之后坠入大喊的那辆 此外他在金秀妍的面前谎称 要在一处风景优美的小岛上买地 然后建一栋房子来养老 金秀妍对此深信不疑 在与丈夫离婚的第四天 就与朴太宇闪电式结婚 12月12号至13号 朴太宇先以金秀妍的名义 为自己的汽车购买车损险 后将对方名下保险的受益人 都改为了自己 再后来他又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受益人变更为自己的弟弟 警方找到了金秀妍的一双儿女 问他们继父是一个怎样的人 金秀妍的大儿子表示 继父是一个很好的人 平时很照顾他 只要有空就会带他去高级餐厅 去各种好玩的地方 他挺喜欢继父的 母亲再婚后 整个人看上去也开心了不少 案发前母亲和平时一样 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 金秀妍小女儿也表示 他对继父的印象还不错 起初他担心母亲再婚后 可能会减少对他与哥哥的关心 但事实上并没有 继父是个细心的人 有时比母亲还要关心他 从金秀妍儿女的描述来看 朴太宇是一个不错的继父 但警方认为他与金秀妍结婚的时间很短 在那么短时间难以真正看清一个人 接下来的调查过程中 警方了解到两人结婚后 朴太宇将金秀妍购买的六份保险的受益人 都改成了自己 这六份保险的总保额高达12.5亿含元 主要针对意外离世 交通事故等事项 警方认为这就是朴太宇的动机 他精心策划了这起意外事故 目的就是想得到这笔巨额保险金 他的职业就是一名保险规划师 对保险的各项条款了如指掌 在意外结识金秀妍后 就打起对方保险金的主意 他不是真心相爱 而是假装追求对方 在获得信任后 又趁热打铁与其结婚 再找时机将受益人的名字改成自己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将金秀妍骗至金敖岛 实施他的邪恶计划 警方还了解到朴太宇的生活并不富裕 有三个女儿需要抚养 生活压力大 他对金钱非常渴望 有人曾看到他在自己的手机备忘录上 写了一篇文章 名为《我的人生观》 其中有一句话这样写道 我不要把贫穷遗传给我的孩子们 虽然种种线索让警方认为 朴太宇谋害了妻子 但他始终不承认 反而指责警方胡乱猜测 没有窃实证据 就想归罪到他身上 随后警方又找到了朴太宇的三个女儿 结果他们都表示 父亲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虽然以前犯过错 但那都是生活所迫 不代表他就是坏人 自从父母离婚后 父亲就承担了姐妹三人的全部生活开销 他自己省吃俭用 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 时间来到案发第二天下午 警方将海里的汽车调了上来 那是一辆2008年款的杰尼赛斯汽车 银灰色车身 通过观察 汽车前挡部玻璃已经完全碎裂 车尾处有明显凹陷 因是受到撞击所致 汽车后备箱也是打开的状态 金秀妍位于汽车的副驾驶位 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车内找到了两部手机 一部是金秀妍的 另一部是朴太宇的 因长时间泡水而无法使用 法医报告显示 金秀妍为溺水窒息 离世时间在12月31号晚上11点 汽车打捞上来后 警方很快就发现了疑点 按照朴太宇的说法 汽车应该是车头先滑进水里的 因此前挡部玻璃破碎 可能是水压冲击导致 亦或是撞击到胶石所致 但车尾是后入水的 怎么会有撞击痕迹呢 而且后备箱还是敞开着的状态 除此之外 警方在车内还发现了另一处疑点 汽车的挂档挂在了空档上 这点不同寻常 朴太宇将车停在码头上等待日出 如果挂空档 就会有溜车的风险 除非他是故意这么挂的 警方就此事对朴太宇展开询问 他表示起初 车停在离码头斜坡很近的地方 那样观赏日出的位置最佳 但后来妻子觉得那样有些不安全 就让他把车往后倒一点 倒车过程中 他不小心撞到了码头防护栏上 因此有了那处凹陷 等倒车结束后 他就习惯性的挂在空档上 然后下车查看情况 没想到他刚下车 汽车就滑进了海里 至于后备箱 可能是掉入海中意外打开的 朴太宇的话漏洞百出 与之前的供述完全不一致 另外 此前朴太宇说不知道 码头上的防护栏是如何损坏的 现在又说倒车的时候撞上的 前后口供多处不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 朴太宇曾做过旅游巴士司机的工作 公明他的驾驶技术过硬 不可能不知道挂空档停车的危险性 这种低级错误 不应该出现在一名老司机身上 对此朴太宇解释称 他不知道意外会降临到妻子身上 要是知道的话 他一定将档位挂在停车档上 当时他没有想那么多 觉得下车查看一下很快就好 挂空档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谁知这样一次疏忽酿成了悲剧 可能当时海边风太大了 再加上是斜坡 导致汽车慢慢滑了下去 朴太宇的这番解释 并没有打消警方的疑虑 因为汽车上还有另一处疑点 那就是后座的一扇窗户是打开的 经测量 窗户打开了7公分的缝隙 如果汽车车窗 全部关闭的状态下掉入海中 车不会立刻下沉 但如果有车窗打开 水就会快速涌进车厢 汽车会在短时间内快速沉入水底 当时金秀妍坐在副驾驶位 即使她感到热 想要打开车窗 那也只会打开副驾驶位的车窗 可打捞上来的汽车 副驾驶位车窗紧闭 反而后座的车窗打开了一点 不禁令人感到疑惑 警方猜测是朴太宇 事先打开了后座车窗 目的就是想让车成了更快一些 朴太宇对这种猜测表示 坚决否认 说打开后座都是妻子的主意 当时妻子觉得车里有些热 所以就打开了副驾驶位的车窗 但过了一会儿又觉得风太大了 于是就关闭了副驾驶位的车窗 又让她打开后座车窗 这样既可以通一点风 又不至于太冷 虽然朴太宇极力否认罪行 但调查至此 所有证据都表明金秀妍的离世 不是一起单纯的意外 朴太宇存在犯罪动机 警方已涉嫌故意杀人罪 将其逮捕 根据调查结果 朴太宇在案发当晚 将车停靠在码头的防波堤上 以车内空气不流通为由 打开了后车窗 并与金秀妍在车内发生关系 之后又因在车内不方便行动 她倒车行驶 说要去旅馆 在倒车的过程中 故意撞上防护栏 又以检查为由 挂空挡 没有拉手杀 独自下车检查汽车后保险杠 致使车内的金秀妍 同车沿码头防波堤的斜坡 坠入海中 案发一年后 自然在光州地方法院 顺天分院开庭审令 法庭上检方指出 被告朴太宇因经济困境 尤其在离婚后 面临扶摇女儿的压力下 策划了这起事件 通过谋害金秀妍 伪装成意外事件 从而骗取保险金 2018年12月31号 朴太宇将受害者 骗到金澳岛之谱村码头 借口看日出 随后他故意在倒车时 撞上码头边的防护栏 然后将档位挂入空档 下车查看情况 之后 朴太宇从车后推动车辆 导致汽车滑入海中 辩方声称 朴太宇确实存在债务问题 生活也不富裕 但还不至于为了金钱 做这样的事 而且不存在 他下车后推动车辆的证据 汽车存在意外滑入海里的可能 比如受到锋利的影响 检方表示 朴太宇经济困难 具备作案动机 此外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司机 在下车时挂空档的行为 具有明显的故意性 案发时正值冬天 天气寒冷 汽车后座的窗户 有一部分被打开 这点十分反常 根据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被告曾在案发一周前的 12月24号 到过案发地 这一行为更加引人怀疑 汽车在没有外力的作用情况下 不可能自行划入海中 进一步证明了 事故的非自然性 此案经过一段时间审理后 法院做出宣判 被告朴太宇 故意杀人罪 罪名成立 判处无期徒刑 庭审结束后 朴太宇不服判决 向光州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二省在光州高等法院 开庭审理 法庭上被告朴太宇表示 自己完全是被冤枉的 他压根就没有做过 对不起妻子的事 也不会为了保险金 绞尽脑汁 做这样的事 虽然他存在经济困难 但不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事 汽车滑进大海 可能因多种因素导致 并不能确定是他推了汽车 根据警方在案发现场 对档位挂入空档的车辆 滑入海中情况 做的模拟实验 得出了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车辆停在平地上 如果出现滑动 那说明有人故意推动了车辆 第二种是车辆停在斜坡上 一松手刹就会滑动 最后一种是车辆本来停在平地上 但因为副驾驶人挪动位置 导致车辆开始滑动 但该实验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坐在副驾驶的人 必须多次摆动身体 车辆才会滑动 通过以上三种模拟实验得出 车辆滑动的临界点并不固定 二审法官认为 被告朴泰宇 没有足够的经济动机 去谋害金绣炎 且导致车辆滑入海中的情况 存在多种可能性 无法明确朴泰宇 推动车辆的行为 二审经过审理 法院做出宣判 被告朴泰宇 故意杀人罪 罪名不成立 但过失致死罪 罪名成立 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特立法 因此推翻被告朴泰宇的 一省无期徒刑判决 改判为三年有期徒刑 被告朴泰宇 依旧不服判决 继续向韩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最终韩国最高法院 推翻了二审判决 改判被告朴泰宇无罪 法官表示 虽然可以仅凭间接证据 认定被告朴泰宇有罪 但那些间接证据 必须毫无疑点 被告没有主导 决定金敖岛的整个行程 车内发生关系 似乎是因受害者 而不是被告的要求而发生的 事故发生前 被告身体状况不佳 表示希望去旅馆休息等 还有间接事实 证明事故并非故意 然后检方提交的证据 尚不足以达到这一标准 存在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空间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 可以认定被告有罪的证据 朴泰宇重获自由后 马上拿着保单 前往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但遭到拒绝 保险公司认为 朴泰宇存在谋害金锈岩的可能 其离世不是意外事故 所以拒绝理赔 随后朴泰宇将保险公司 告上了法庭 2022年12月12号 自然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民事法庭开庭认理 法庭上被告保险公司指出 虽然朴泰宇已经被判无罪 但他篡改投考人金锈岩的 多份保单受业人信息 此举非常可疑 加上金锈岩的离世 一直疑点重重 所以他们无法进行理赔 原告朴泰宇提出 保险公司想逃避赔偿 所以才以此为借口 先前的坠海事件 他已被判无罪定验 保险公司无权再以此为由 拒绝理赔 此案经过一段时间的审理后 法院宣判保险公司胜诉 朴泰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最终二省法院改判保险公司败诉 他们必须向朴泰宇支付 全部保险理赔金 一年后 朴泰宇无愿收到了 12.5亿韩元巨额保险金 有人认为 朴泰宇一开始的目的就很明确 他精心策划了整起事件 从保险受益人的更改 再到妻子的意外事故 每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 他的工作就是保险规划时 甚至其中的法律漏洞 最终如愿获得巨额保险金 也有人认为朴泰宇是无辜的 仅凭他不可能策划出 如此缜密复杂的骗保计划 这一切或许只是巧合 朴泰宇只是碰巧 成为了最后的受益者 判他有罪可能过于牵强 最终韩国司法也是这么认为的 时至今日 人们人对这起事件众说纷纭 有人相信他的无辜 有人不信 如果一切真的是他做的 那可谓是制造了一场 彻底的完美犯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